俄罗斯傭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居然闹叛变 首脑普利格金现身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 南部军区总部 可以看到傭兵们鹤枪实弹在空荡的街头行走 各种军事装备布满路口 当地的民众看到突然变天简直不敢置信 普利格金宣称城内所有的军事基地 还有一座机场都已经在瓦格纳的控制之下 准备和俄罗斯政府军对战 并且会长驱直入消灭任何党路的人 瓦格纳集团指控旗下的佣兵遭到正规军 发射飞弹攻击造成大量的伤亡 忍不下这口气要推翻军事高层 对于这项惊人的发展 俄罗斯总统普丁对全国发表演说 直指普利格金的行为是武装叛变 而为了阴影可能的军事冲突 莫斯科从周五晚间起就提高安全警戒 可以看到坦克通过红场 以及俄罗斯议会大厦 各地街头也出现军车 并且实施反恐错 失限制网路使用 气氛是剑拔弩张 周六更传出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已经封锁 似乎在严防兵变的部队杀入首都 美方也在密切监控情势 普丁万万没有想到 他最信任的佣兵 现在成了他最恐怖的敌人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